大家好,欢迎回到逆龄研究所,这是我们解读Huberman淋巴系统硬核科普的下集。 上集我们修好了身体的下水道,今天我们来修更关键的地方,你的大脑和你的脸。 做一个残酷的思想实验,如果你今晚只睡4个小时,明天早上照镜子,你会看到什么? 眼带下垂,脸部浮肿,皱纹加深,整个人看起来像老了5岁。 同时,你会觉得脑子像生锈了一样,反应迟钝,这就是所谓的脑物brain fog。 为什么睡不好会直接写在脸上和脑子里? Huberman指出,这是因为你大脑里的垃圾没有排出去。 你的大脑在夜间其实会进行一场盛大的洗澡仪式,但如果你睡姿不对,或者方法不对,这场清洗就无法完成。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将揭秘那个直到2012年才被科学界确认的大脑排毒系统,类淋巴系统glymphatic system。 我们将告诉你,怎么睡能洗得更干净,以及如何用科学的手法消除早起的肿眼泡。 首先,一个颠覆认知的知识点。 在2012年之前,医学界认为大脑是没有淋巴系统的。 这意味着大家以前认为,大脑这个人体代谢最旺盛,产生垃圾最多的器官,竟然没有下水道。 这显然不合理。 直到神经科学家Nether G.R.D.发现,大脑其实有一套独特的排污机制,叫做类淋巴系统。 这套系统的工作原理极其科幻,当你清醒时,你的脑细胞挤在一起,没有空间让水流过。 但当你入睡后,特别是进入深度睡眠时,大脑中的胶质细胞Estracides,会由于一种叫水通道蛋白4Aquaporin-4的机制,发生物理上的缩水。 这一锁,直接让脑血管周围的间隙Perivascular Space扩大了60%,这就好比拥堵的街道突然清空,给清洁车让出了一条宽阔的高速公路。 脑脑挤液瞬间涌入这些被打开的通道,冲刷整个大脑,带走β、淀粉样蛋白,也就是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元凶以及各种炎症分子。 所以,如果你熬夜,或者睡眠质量差,大脑就没有机会缩水并打开水阀。 第二天你感觉到的脑雾,其实就是你的神经元还泡在昨晚代谢的垃圾堆里。 既然大脑排毒是靠液体流动,那么重力就再次成为了关键。 Huberman抛出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实操建议,侧卧是清洗大脑的最佳姿势。 研究对比了侧卧、仰卧和俯卧,发现侧卧时类淋巴系统的清洗效率最高。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甚至大多数哺乳动物在休息时都会自然选择侧卧或把头低下的姿势。 除了侧卧,还有一个细节能让效果加倍,选择合适高度的枕头。 关键是不要让你的头后痒,枕头的作用是让你的颈椎保持自然直线,同时头部略微高于心脏一点点,利用重力帮助液体从脑部回流到颈部,都能辅助排毒。 行动指南 第一,今晚尝试侧卧入睡 如果你习惯平躺,可以在侧卧时在背后垫个枕头底住,这样能防止你睡着后无意识地翻回平躺。 第二,避免睡前喝酒 酒精会抑制RAM睡眠,直接干扰类淋巴系统的开启。 第三,确保枕头高度合适,不要让头后痒,也不要折着脖子。 讲完了大脑内部,我们来讲讲面部外观。 早起脸肿,眼带大,本质上是面部和颈部的淋巴液回流受阻,导致液体滞留在皮下。 很多人为了消肿,会买各种滚轮,刮沙板,然后用力地刮脸。 Huberman强调,这是最大的误区。 淋巴按摩绝对不是深层组织按摩。 面部的淋巴管非常细,就在皮肤浅层。 如果你用力过猛,会直接把淋巴管压扁甚至堵死,不仅排不走水,反而导致更严重的肿胀。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Huberman教授本人在他的视频里并没有亲自演示全套的具体手法。 但他特别推荐了一位在这个领域的大神,Anastasia Beautifachia。 Huberman说,这位专家提供的教程全是基于非手术、非药物的物理手法, 但他展示的那些before与after对比图非常震撼, 仅仅通过正确的按摩,就能让人看起来年轻很多。 为了方便大家跟着视频练习,我会把这位专家的频道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和置顶评论里。 大家看完视频后,可以去他的频道打卡学习。 不过,基于Huberman的解读,这套手法的核心逻辑其实就这几点, 你只要掌握了,自己在家也能做。 第一,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先通下游。 大家千万记住,别一上来就直接按脸。 一定要先疏通锁骨和颈部。 为什么呢? 因为全脸的淋巴液最终都要汇入锁骨下方的静脉。 如果这里的下水道出口堵着,脸上怎么按都没用。 所以,先用极清的手法,轻轻抚摸或拍打锁骨窝,把出口打开。 第二,手法要轻如羽毛。 无论是用手还是用刮沙板,力度要轻到什么程度呢? 感觉只是在轻轻牵拉皮肤表面的一层膜。 千万不要用力按压肌肉。 第三,方向一定要对。 总的原则是,把水往低处引。 也就是从面部中间向耳朵方向推,然后顺着脖子侧面向下,把液体推进刚才打开的锁骨窝里。 最后一点,眼部特区要格外小心。 眼周的淋巴管是最细的,也是最容易种的。 这里甚至不需要推,只需要用指腹极其轻微的按压,或者使用那种专门的眼贴,提供一点点微压就足够了。 坚持两周正确的轻柔按摩,很多人会发现下颌线变清晰了,甚至眼皮都变紧致了。 这其实就是排除了常年累积的组织件系列。 最后,再给科技党加一个buff。 Huberman提到,长波长的光、红光和近红外光对淋巴系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这种光能穿透皮肤,改善线粒体功能,减少炎症,并促进淋巴流动。 如果你有红光仪,或者利用清晨傍晚太阳角度低的时候晒晒太阳,因为那时候红光比例高,都能帮助减少皮肤炎症和水肿,让皮肤看起来更通透。 这期视频的信息量非常大,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大脑与颜值的逆龄清单。 1. 侧卧睡觉,这是给你大脑洗澡效率最高的姿势。 2. 避免熬夜和酒精,只有深度睡眠,脑细胞才会缩水排毒。 3. 先通锁骨,再按脸,永远记住,先把下水道出口,也就是锁骨打开,再清理源头。 4. 手法要轻,保护脆弱的淋巴管,不要大力出奇迹。 Huberman说,淋巴系统是你身体里唯一没有泵,却连接着所有器官的系统。 它是你健康的底色。 通过这两期视频,如果你能把呼吸泵、上级和睡眠清洗、下级结合起来, 你就在每天24小时里,不间断地为身体和大脑进行顶级的抗衰保养。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级关于身体排毒和呼吸泵的内容,强烈建议点击屏幕上的链接观看。 我是逆龄研究所,用科学武装你的健康,我们下期见。